這樣子 因為在身心障礙保護 權益保護法裡面第53條 有規定是要設立博愛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可能還是有其他需要的人 所以大家也在上一屆 立法院在上一屆有做演議 希望給是不是能夠擴大到實際需要的人 這樣的一個對象 但是因為沒有繼續審 所以這一期就不審 所以我們這一屆 我們相關的業務單位會針對這個問題 再繼續的演議 怎麼樣讓我們這麼有社會愛心 給需要的人可以做這件事情能夠做得更圓滿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法令或者規定來演議的更周全 那會演議的方向是會有強制性的導動嗎 應該大概沒辦法強制性 但是我們會把 會有點像日本的優先席 也許也是可以採取的 它是一個優先的對象 那我們都可以吸取各國的一個經驗 那是這樣的一位 我們要來講 真的是我們要去這位 我們來講 那是一個人的